男人被深爱的女友陷害关进监狱 却在里面认识了一位神秘老者 传闻他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罪者 就连上面也只敢将他关押 不敢处死 否则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因为他不仅拥有恐怖的事 更有传闻称 他是一名传说中的修仙者 然而奇怪的是 在监狱里 连普通人都可以随意地欺辱他 陈平实在看不惯一群人欺负一个老 便出烟制止了他们 谁知却隐魄上身 被那群人殴打至昏迷 当他再醒来时 却发现身上的伤竟然全不见了 惊奇之余 却听到老者声称 是他用秘法帮助自己痊愈 陈平明显是不幸的 然而老者却不和他过多解释 不由分说地为了他一葫芦的酒 陈平瞬间感觉自己头晕得不行 泥泥呼呼中听到 老者似乎要教他学习医术 而他却不知道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他命运的齿轮开始了转动 原来老者真的是一名神人 不仅教会了他举世无双的医术 更是向他传授了修仙之所 陈平也没有让老者失望 仅仅三天便入门了基础工作 时间匆匆间两年半已过 陈平即将刑满释放 老者的一身功夫也全都传授给他 临走之时送给他一枚戒指 具体有什么作用老者没说 声称这是送给他的一份大机缘 让他7月15戴着戒指去一趟东海的无名等 到时自然会明白 看着手中这龙形的戒指 陈平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他的身上似乎又多了一份责任 本来他出狱以后只想复仇了 三年前那个叫萧蕾的家伙 欺负他女友珊珊 他正当防卫给了萧蕾一把钻 却被萧家动用关系 将他整整关了三年 这次出狱 他发誓一定要让萧蕾付出惨痛的代理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还有一个更加炸烈的消息在等于他 那个叫萧蕾的仇人 竟然即将和他的女友珊珊结婚了 与此同时的城东村中 一名瞎眼的老婆婆正亮亮呛呛的下 几名社会人似乎在不耐烦地等待着 如此景象 自然引来了城东村不少人的围观 然而光头男人只是瞪了一眼 便瞬间让所有的住户 惹进了房间之中 生怕被他给盯上 这时瞎眼老婆婆将怀中 真儿中之的背包递给了光头 光头拉开背包看了一眼 然后猛地将他摔在老婆婆身上 顿时一阵花花绿绿的灵钱散落了 光头不满地呵斥 这些破乱玩意够数吗 老婆婆着急地摸索地散落在地上的情 这些钱刚好一万 却是一记母团 老婆婆瞬间被踢飞 直到撞在身后的门框上 才停止了身形 见到老婆婆满脸痛苦的模样 光头不耐烦地冷声说道 让我数 老子没那时间 都给我换成一百票子 这一幕连楼上的邻居都看不下去 想要下去帮助老婆婆 然而却被媳妇给拽住 毕竟那光头代表的消假 他们普通老百姓根本惹不起 就在这时 女人的余光突然瞥见了一道身影 让她愣在了原地 原来是陈平回来 而那个老婆婆 正是陈平的母亲 她刚回家 就看到母亲被欺负的一幕 瞬间震怒无比 听到陈平的声音 母亲激动无比 她磨杀着陈平消瘦的脸 眼中的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 滴落个不停 看着比记忆中苍老不少的母亲 陈平的脸上写满了愧疚和心疼 然而却被光头的嘲笑打断 这不是那个废物吗 居然没有死在牢里 还真是运气好啊 陈平没有理会他们的嘲笑 轻轻扶母亲做好之后 随后才看向光头等 很好 一共四个人 今天你们谁都别想站着回去 见到陈平这副姿态 光头上前就要赏她一巴掌 却被陈平轻松躲开 随后更是以一个诡异的脚 将光头绊倒在地 甚至还能精准地控制 让其胸膛和石头相接 当场将光头给废点 看到剩下的三人围殴自己 陈平在洗身间连续三招 便让他们躺在地上失去了战斗力 眼看兄弟们都打不过陈平 光头挣扎着站起身来 询问陈平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陈平有些猛逼 不知道光头为什么会这么 光头咧嘴一笑 今天是我们大少爷结婚的日子 而新娘就是你的前女友珊珊 哈哈哈哈 说谁 陈平满脸的震惊 光头却笑得更大声 没想到吧 你为了他坐了三年牢 他却要嫁给萧少爷了 你确定不去看看吗 愤怒 前所未有的愤怒 一股怒火在陈平的胸膛声疼而起 光头轻烈一笑 婚礼就在富豪大酒店 有胆你就来 说罢便带着小弟们仓房逃离了这 陈平不断地进行深呼吸 才勉强压下了胸膛的怒鼓 将母亲安顿好之后 天色已经晚了不舍 陈平徒步来到了某别墅区 恰好看到了珊珊的母亲 他表情平淡地询问了 珊珊啊 让他出来见一面了 却遭到了珊珊母亲的谩骂 你快点给我滚吧 我女儿今天结婚 你这监狱出来的人太晦气 陈平不在离婚面前这个女 她的年轻女人仿出来 正是陈平的前女友珊珊 她说出的话语 也彻底凉了陈平的心 你走吧 别再来找我了 我怕萧磊雾 陈平冷漠地看向你 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吗 对 我想要过有钱人的生活 而这些你根本就给不了我 你从牢里出来 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吧 看在我们以前的感情上 这几百块钱你拿去用吗 陈平挥手打落了那些钱 用低沉且冷漠的声音说道 你会后悔的 就在这时 一辆豪华比亚迪平在了门前 逢车里下来的正是消灵 看到陈平也在 她笑得格外灿烂 这不是陈平吗 今天刚出来 要来参加我和珊珊的婚礼吗 她高傲地走到陈平登庭 是不是没有份子钱 没关系的 到时候剩菜剩饭你随便吃 毕竟是在富豪大酒店举办婚礼 你不去的话 恐怕以后一辈子 也不可能有机会在那里吃饭 陈平一扫之前的冷漠 突然笑了起 本以为我出狱之后 最急的事就是跟你算着 慢慢陪你玩 说罢她缓缓向着外面走去 那淡定自若的神态 仿佛真的已经将肖磊玩弄于鼓掌之中 男人被冤入狱三年 没想到刚出狱就被豪车撞飞 在宫中翻转两圈半后 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直到豪车上走下一位美女 给她递上两万五千块钱 男人才睁开了眼睛 不过她起身后却并没有收紧 反而撇了一眼女孩 然而就是这随意的一品 却救了女孩父亲的命 原来她父亲就急发作 需要赶紧前往医院救治 陈平却看出 这个中年男人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五分钟之内得不到救治等 就会呼吸困难窒息而死 中年男人见陈平一眼 就看出了她的病例 便询问她是如何看穿的 谁知陈平却压根不想多管闲事 借口有极是想要离开 男人不禁出言道 小兄弟若有办法救了 我苏文宗必定感激不尽 陈平微微一愣 苏文宗 见到父亲的名声似乎好使 苏与其重复道 没错 我父亲就是苏文宗 闻言陈平也不再打 只见他拉开车门 随后左手掐掘 双指并于额起 待凝聚出一阵荧光之后 他的手指以闪电般的速度 戳向苏文宗 短短一秒内竟戳了36下 随后他才收起了束缚 而苏文宗也感觉身体舒缠了很 但是陈平却表示 目前不过是帮他稳定住了伤势 为后续的治疗争取了时间 苏文宗不愧是常年混迹商场的人 直接开口询问陈平想要什么 然而这次他却失望了 原来陈平之所以选择救他 是因为知晓苏文宗常做善事 所以才顺手帮了一把 为了方便下一步的治疗 苏文宗便邀请陈平前往他的酒店 陈平欣然同意了下来 当得知苏文宗所说的酒店 竟然是富豪酒店时 陈平笑了 这下有意思了 当来到酒店之时 苏文宗的伤势明显又中了几 陈平仅仅是帮他把个卖的工 他就喷出了两斤鲜血 恰巧此事被苏宇奇看到 他本身就感觉陈平这个年轻人不靠谱 所以特意请来了著名的孙医生 如今见到父亲可血 更是一把将陈平推开 请孙医生帮苏文宗治疗 孙医生诊断后缓缓说道 之前似乎有人催动过苏总的免疫力 虽然能一时起笑 但却加重了他的伤情 苏宇奇脸色巨变 朝着陈平怒吼 我父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对不会放过 陈平懒得和这种女人争吵 只是冷冷地表示 之前我若是不出手 你父亲根本活不到现在 而另一边孙医生已经开始了治疗 只见他拿出银针碾了你 然后将其扎入苏文宗的面目 陈平不禁出声 你这样会害死人的 孙医生怒斥 年轻人 你是在质疑我吗 苏宇奇更是伸手开始推陈平 要将他赶离这里 陈平淡淡地表示 不用你赶 我自己会走 我会在门外等你五分钟 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能救你的父亲 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没有了陈平的打扰 孙医生继续开始给苏文宗扎针 很快一团黑雾便浮现在苏文宗胸前 而他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本以为苏文宗会病情好准 谁知他却突然面色一变 紧接着感觉呼吸困难 似乎有人扼住了自己的咽喉 孙医生此时也慌了 他也不知道这是啥情况 建议不如将苏文宗送去医院里 苏宇奇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你就是全程最好的医生 现在你让我去医院 孙医生闻言只能爽破 表示一定是陈平加重了苏文宗的伤势 所以才会这样 经过提醒 苏宇奇也想到刚刚离开的陈平 那个家伙说会等五分钟 肯定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他一定有办法救父亲 医生在老人眉心插入一根凝针 老人却突然睁开眼睛 最后拼命地掐住自己的脖子 竟要将自己活活掐死 医生哪里见过这种情况 劝女孩赶紧把她父亲送医院去 女孩却急了 你就是本事最好的医生了 你现在叫我把父亲送医院 这时女孩的脑海中闪过一道声音 他急忙向门外跑去 果然看到了刚要离开的陈平 他急忙上前抓住陈平的胳膊 求求你 救救我父亲 当陈平看到老者这副模样时 也不由的面色严肃了几个 看来要使出那一招了 随后他向一旁的孙医生 要来了八十一根银针 孙医生明显疑论 你这是想把他扎成刺猬吗 但是看到陈平严肃的表情 他还是将银针递了过去 只见陈平拿到银针后 竟然闭上了眼睛 双手中凝聚出阵阵气凌 静一时间引得周围人难以靠近 随后他突然睁眼 将手中的银针甩向苏文宗 整整八十一道银针 竟然精准无误地 扎进了苏文宗周身的穴道之中 一旁的孙医生顿时惊为天人 抱着陈平的大腿就要败事 苏与其有些不明左右 我父亲还没醒过来呢 你怎么知道这小子靠不靠我 孙医生激动地说道 沈医用的是失传已久的九爪黄昏针 能生死人肉白骨 陈平没想到这一生还有这种见识 这才得知 原来他是红尘中医协会附会长孙索 不过他却没有过多领会 反而右手倾台 将扎在苏文宗身上的银针 统统收了回来 而与此同时 苏文宗也醒了过来 不过这却并没有闻 因为苏文宗体内的毒素还没有清除干净 假如不能及时治疗的话 恐怕活不过三个月 陈平将一份药方递给他 让他去收集 待药物及其之后便可帮他治理 苏与其有些好奇 这上面的毛笔和朱砂 难道也是用来治病的吗 陈平淡淡地表示 我要的可不是普通的毛笔和朱砂 而是带有灵性的灵物 说着他将一块散发着灵气的令牌 递给苏与其 表示需要的大致就是这种类型的 说完这些 陈平也不再耽搁 当即准备告辞 谁知临走之时 苏文宗突然询问 不知道先生现在住在哪里 陈平下意识地回道 就在幸福里小区 怎么了 苏文宗连忙说道 这张卡里有一千万 另外我正好有套房子空置 就一起送给陈先生 而那房子上赫然写着盘龙湾三个大 陈平自然是知道盘龙湾的 能住在其中的人非付即贵 有钱都买不到 苏文宗的这礼物未免有些重 苏文宗哈哈一笑 陈先生莫不是觉得我的命 还不止这些身外之物 陈平想到 假如他不收到我 恐怕苏文宗也不是很放心 于是便将其收了下 而就在这时 外面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吵闹的声 苏文宗皱眉 询问外面怎么回事 酒店经理尴尬挠了挠头 今天是萧家公子结婚的日子 所以才会略嫌吵闹 陈平对此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准备先就此离去 谁知好巧不巧 他刚出门 就看到萧磊和珊珊迎面走来 能在这里见到陈平 萧磊也是一愣 随后笑道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大乃 该不会是来婚礼上蹭吃蹭喝吧 而跟在两人身后珊珊的母亲 都能听得见 陈平虽然有些恼火 但是并不想和他们计较 静止向着门口走去 谁知萧磊却不肯罢休 给我拦住他 今天我就是要让这个废无亲眼看着 他最心爱的女朋友嫁给吴 陈平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 你确定要让我参加你的婚礼 萧磊却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不错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跟我斗得下场 陈平叹了口气 那可真是太可惜 你们今天的婚礼 恐怕是办不成了 哈哈哈哈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办不成这个婚礼 不过萧磊也不是真的事 他吩咐保镖 多带几个人盯着陈平 稍有意动就把他给按下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陈平 从陈平推开婚礼现场的门那一刻 这场婚礼就注定举办不成 同学们都知道他被女友戴了绿帽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还会来参加女友的婚礼 尽管他看起来面色冷漠 不是很开心 但是同学们可不会再顾他的感受 一名女生笑着说道 老同学怎么不笑了 是天生不爱笑吗 傅伟表示 人家当年可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会主席 只是可惜啊 刚毕业就成了老改犯 说着他搭上陈平的胳膊 咱俩当初可是摄影 看你这样子一定还没工作了 我刚好在环卫那里有熟人 公园的公厕缺个管理员 怎么样有兴趣吗 女生言嘴惊笑 你可别胡说 人家堂堂学生会主席怎么能去掏厕所 我看还是扫马路更合适 两人看似在和陈平聊天 实则声音极大 三言两语间便暴露了陈平的所有底细 这瞬间让在场的宾客议论纷纷 陈平不禁也有些挠 如果你们今天不想被抬着离开着 最好给我逼上嘴 傅伟冷哼一声 女朋友都要嫁给别人了 你都不敢吭声 在我们面前装声 话还没说完 她的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陈平 萧磊彻底抱 这货竟然敢在自己的婚礼上打 当即一群保镖从她身旁冲出 准备狠狠地教训陈平一顿 陈平却缓缓站起 背负双手而立 嘴角扬起一亩微笑 不见她有任何动静 场中却突然传来一声闷响 将她围住的保镖竟然纷纷被击飞 此等手段一看便不是常人所能拥有 萧磊见状不禁怒骂 一群废物 还好她父亲有些见识 认出陈平是个恋家子 不要轻举妄斗 这时酒店的保安被刚才的动静吸引 一股脑冲进了房间 为首的保安怒吼 是谁敢在富豪酒店闹事 萧家不是在举办婚礼吗 怎么感觉是想把我的酒店拆了 酒店经理满头冷汗 苏总听说是有人砸场 而且还打伤了人 竟然赶在我的酒店砸场 我倒是要看看谁这么大胆 考虑到父亲大病出狱不能生气 苏与其决定替父亲走一趟 将此事处理掉 另一边酒店保安们已经准备将陈平赶出酒店 谁知萧磊的父亲却将他们拦了下 他想要的可不是将陈平赶出去那么紧 于是便让保安赶紧滚 面对嚣张跋扈的萧家 而萧磊也露出了富二代豪狂的姿态 声称今天救药了陈平的命 说爸就对着陈平出手 陈平却挥手间便打开了他的拳头 就算你再怎么嚣张 也终究是个废物 他仅仅是随意的一挥 就将萧磊的手打成骨子 萧磊痛得躺在地上凹之间 看着宝贝儿子痛苦的样子 萧磊的父亲简直心疼坏了 随即转过头恶狠狠地瞪向陈平 年轻人 你已有取死之道 萧磊撞入癫狂的怒火 我要他死 要他死 就在此时 苏与其走了进来 萧伯伯 发生什么事了 萧腹指着陈平诉说起刚才的事情 苏与其这才发现 闹事的人竟然是陈平 看着貌似相识的两人 萧腹脸色阴逸地问他 与其侄女认识这个狂徒 苏与其没有接话 而是缓缓走向陈平 萧伯伯这其中可能有毒物 陈先生可是我父亲请来治病的高人 姗姗瞬间不乐意了 你在撒谎 怎么可能突然会医术 苏与其冷哼一声 陈先生会不会医术 你还没有资格来评判 我没资格 大学我俩谈了那么多年恋 每次生病都是他陪我去的医院 要是他会医术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萧腹神色郑重地看向苏与其 小侄女 你父亲的病 我可以请国外的专家来诊治 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插手了 说话间他给了个手势 身后的保镖子开始关上房门 苏与其自然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但是依旧挡在陈平身前 毕然决然地要保下他 看着明顽不灵的苏与其 萧腹心中早已怒火中烧 小丫头 要不是看在苏文宗的面子上 你早就跟那个小子一起去见阎王爷 再给你一次机会 给我让开 看到苏与其坚定的眼神 萧腹不再犹豫 他周身气势爆发 对着苏与其就是一巴掌 其动作之快犹如闪电 普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然而就在那手掌即将命中苏与其时 却被人用两根手指轻轻夹住 陈平淡淡地说道 打女人可不是什么好戏 萧腹抓着隐隐作痛的 手面露惊骇之色 大声喊道 都给我杀 杀了这小子 我赏金一百万 顿时一群保镖直奔陈平而来 陈平脸上丝毫没有拘移 准备放手一搏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根拐杖重重地处在地上 然后一道不怒自威的老者声音传来 我看你们谁敢动 众人纷纷转头看去 来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苏文宗 仅仅只是一个名字 就将本世知名的富豪下的冷汉直冒 只因虎爷这个名字 代表着本世最凶悍的事 原来刚刚苏文宗想替陈平出头 萧腹冷笑一声 老东西你别忘了 去一堂的虎爷可是欠我们萧家一个人情 听到虎爷这个名字 苏文宗脑海不禁闪过一道恐怖的声音 看到失神的苏文宗 萧腹上前威胁呢 你现在带人离开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毕竟这么珍贵的人情 他可不想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 不用再试他了 今天陈先生我苏某人保定 萧腹有被气得不行 好好好 老东西你给我等着 说罢他狠狠按下了手机上的不好见 待挂断电话后 萧腹不禁硬气了几分 五爷已经在来的路上 苏文宗你给我等着吧 没过多久 房门就被一只尖头皮鞋踹开 当看到来人时 整个大厅都寂静了下来 林天虎目光锁过之处 无人敢与其对视 这就是林天虎长年以来攒下的威望和气势 萧腹急忙上前鞠躬行李 随后指向陈平 需要您解决的就是那个心 苏文宗还想上前说上两句 林天虎却目录不悦之色 让开 我不说第二次 此言一出 苏文宗瞬间愣在了原地 逆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好陈平将两人拉到了旁边 选择独自面对林天虎 见到陈平还有些胆量 林天虎不由地对他高看了几分 准备留他一条命 随即吩咐小弟废掉他的胳膊 然而小弟的这拳却被陈平轻松堵 更是用手将其拳头抓住 林天虎却愣住 他一脚将小弟踹开 然后挤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效果 对着陈平拱手道歉 陈平一愣 你不准备废掉我的胳膊 林天虎谗媚地表示 我怎么敢废掉陈先生的胳膊 陈先生有事尽管吩咐 陈平看向一旁的萧磊 我来之前就说过 今天我来了 这场婚礼就办不成 林天虎连忙转头怒吼 这场婚礼取消 萧磊和珊珊瞬间感觉晴天霹雳 这可是他俩的婚礼 而是吩咐手下开始清场 珊珊临走时不甘地喊道 陈平 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嫁给萧磊 别做梦了 我永远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珊珊母亲也愿奴地说道 咱没有必要理这个老改犯 像他这样的人活该单身一辈子 这时苏与其却在陈平身后说道 陈先生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能当你的女朋友吗 陈平以为他是想帮自己姐妹 便笑了笑 谢谢 其实没必要 可他话还没说完 苏与其就止住了他 陈先生的意思我知道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 努力让你接受我 论美貌和身家 苏与其明显比珊珊好态度 所以他此时对陈平的告读 将珊珊母女俩差点气死 待清场之后 陈平又和林天虎对视了解 他知道这事才是决战的时候 想怎么样 尽管来吧 可是下一秒 林天虎突然单膝跪地 属下聚一堂林天虎 拜见店主 紧接着他身后众人齐齐下跪高喊 拜见店主 这一幕反倒把陈平给整会了 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经过林天虎解释才明白 原来佩戴天龙令的就是天龙殿主 而陈平手上的那枚龙形戒指 就是传说中的天龙令 而所谓的巨一堂 其实是天龙殿的堂口之一 天龙殿一共13个堂堂 并且在世界各地还有分舵 不过因为所有分舵和堂口互不执行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天龙殿的存在 面对突然获得的一股势力 陈平犹豫之后还是选择将其收下 这样以后办事或许会方便 第二天陈平就带着苏文 准备带他们住进苏文宗宋的房子里 谁知刚来到小区门头 就被保安拦了下来 因为他们的出租车实在太耀眼 陈平无奈只好拿出房卡让保安查看 保安一眼就认出这是山顶别墅的钥匙 那可是苏总买下的房子 不禁询问陈平从哪得到的钥匙 而就在这时 宴会上嘲讽过他的女人出现在旁边 这不是陈平吗 你还真是个人才 这种谎话都能编得出来 你知道这里的房子有多贵吗 傅伟也是露出一脸的无奈子 你知道的话恐怕会影响你们想去的生活 两人此话一出 保安们纷纷感觉陈平有问题 隐隐有将他赶走的趋势 傅伟则是笑着看起了热闹 哈哈哈哈 还不快点带着你那瞎子老妈 还有扫大街的老爹本蛋 陈平瞬间暴怒 他神色不善地看向傅伟 然而不知实情的父母 还以为陈平真的是来丢人现眼 此时被人拆穿之后 父亲感觉异常地丢人 让司机赶紧开车原路返回 陈平让二老再等一下 表示他真的在这里有套别墅 恼羞成怒的父亲却根本不听 还等什么 等别人把我们赶走了 你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 就在这时 一辆粉色的豪车来到了小区门口 来人正是苏与其 原来他刚准备过来通知盘龙湾的物业 关于陈平的实情 结果却没想到陈平先来了 急忙笑着向陈平表示抱歉 陈平看到苏与其还亲自跑一趟 也有些惊讶 随后他向父母介绍起苏与其 表示他就是将房子借给自己 而苏与其表现得也很落落大方 引得二老十分的开心 就这样苏与其开车 带着三人驶进了小区 而他们进入小区之后 也被之前进入的傅伟几人看到 姗姗转头询问他 我让你找的人怎么样 傅伟猙獰地笑了起来 我找了一群专业的大手 这次陈平死定了 这是一块生锈的铁片 男人却花十万满了下来 紧接着就要将它掰成两半 众人顿时诧异不已 难不成这铁疙瘩还有什么秘密不成 就在下一秒 男人手中的铁片 竟然发出了阵阵通透的绿光 天哪 这竟然是翡翠帝王绿 这小子发惨了 而此时老板的眼睛都直了 他感觉自己真的跟个傻子一样 之前为了骗男人买这块废铁片 他甚至不惜拿出眼药水 上演了一出大戏 才将这块铁片 以十万的高价卖了出去 没想到卖出去的垃圾竟成了宝贝 他只好卑躬屈膝地询问陈平 能不能将这块玉再卖给他 陈平果断地拒绝了他 你刚才骗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 老板见状也不装了 当即叫出傅伟等 准备将陈平收拾一顿 看到老熟人出现 陈平恍然大悟 我说怎么一进来就被人盯上了 原来是你串通这些人想给我下套 看着陈平手中的帝王绿 傅伟咬牙切齿的 为什么每次你的运气都能这么好 而胖子老板早已不耐烦的好 别叽叽歪歪了 赶紧给我把翡翠抢回来 但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傅伟和小弟们纷纷开始出手抓向陈平 可是他们根本不是陈平的对手 仅仅两招就被全部放逃 老板见状也失一惊 于是威胁道 你知不知道捕完戒是聚义堂的产 我堂兄可是聚义堂的人 陈平悠闲地坐在傅伟身上 聚义堂很可怕吗 这是一个刀疤脸的男人走过来 谁不怕我聚义堂啊 此人名为刀疤 是虎爷的手下 更是胖老板的堂兄 他冷冷地看向陈平 让他将玉石交出来 陈平扬了扬手上的戒指 认识这个吗 刀疤一脸无邪 一个破戒指有什么好认的 快把玉石交出来 陈平略感无奈 聚义堂现在是他的手下 直接动手肯定不合适 便让刀疤把林天虎叫过来 刀疤看到陈平这副嚣张 且完全不将他放在眼里的姿态 顿时怒从心中起 对着陈平就是一拳 谁知陈平却眼神一鸣 刀疤的身形突然移植 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然动不了 陈平表示 你要是不打 我可就自己给他打电话了 刀疤意识到自己不是陈平的对手 只好选择给林天虎打去电话 此时的林天虎还正在休息 听闻有认识自己的人 在补完肩闹时 手上还有一个龙形戒指 他瞬间激动地站了起 让刀疤一定要伺候好陈平 自己马上就到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胖老板悄悄地告诉刀疤 那人说认识虎爷肯定是假 我看他就是在装 谁知刀疤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其力道之重 直接让胖老板掉了一颗眼 刀疤怒骂道 你竟然敢坑我 要是这次我出事了 你也别想我 没多久林天虎就赶不过来 他一脸谄媚地给陈平醒了 然后询问其事情的惊论 陈平一由所指地说道 你们这股玩戒好像不太干净 林天虎一把掐住刀疤的脖子 询问到底怎么了 刀疤果断出卖了胖老板 将一切都推给了他 林天虎看向一旁的胖老板 什么货色也敢在我这里撒野 刀疤举起棒球棍 就要将胖老板打一顿 谁知还没动手 他就被吓尿了 因为实在太乱心 所以最终还是没吓得去手 让人将胖老板拖出了骨玩街 以后都禁止他再进入这里 处理完这些事 林天虎才询问起陈平 来这里是有什么需要的吗 原来陈平本想来这里寻找林炳和朱砂 好用来治疗母亲的眼睛 结果却发现这条街 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要 当即转身就走 不过就在这时 林天虎却表示 有个人或许知道 哪里有这种东西 这句话瞬间引起了陈平的兴趣 不久之后 两人就来到一处庄园之前 匿名身穿华丽衣服的老者黄桓总 他正是这次林天虎带陈平来见的对象 人称古老 相互介绍一番后 古老将两人请进客厅 谁知刚一进门 陈平就发现了异常 最中间竟然摆放着一张龙椅 骑上的九头龙更是拥有着星红的眼睛 而古老却仿若未无 竟只坐了上去 传说中上古一地的龙椅 竟被一个老头收藏放在家中 而少年见到此 竟要用纸钱引火之法将其烧定 听闻陈平是想要带有灵性的毛笔和朱纱 古老皱眉微丝 林天虎联盟说道 古老放心 价格方面一定会让你买 见外了虎颜 要是我真有 送给这位小友又如何 随后他话风一准 虽然我这里没有 但小友可以去老一点的道馆找找 那里或许有你想要的东西 陈平谢过古老之后 感觉这老头人也是不错 看着龙椅不断侵蚀着古老的身体 陈平询问他这张龙椅从何而来 古老脸上闪过一模得已 难不成小友看出这张椅子的不凡之处了吗 然而陈平却语出惊人 建议古老将这把椅子烧掉 或许还能多活几 古老脸色瞬间难看了下 你什么意思 这是咒我吗 看着激动而起的古老 林天虎联盟上前劝说 随后看向陈平 陈先生 古老不是外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平指了指椅子解释的 这张龙椅上充满了怨气 恐怕曾经的某位天子 就是死在这龙椅之上 龙头上颜色的差异就是证据 古老却觉得陈平在胡扯 这龙头的颜色明明就是氧化的狼藉 陈平叹息一声 假如你还不听劝 你那蟒蛇缠身的噩梦如果继续下去 迟早会窒息而亡 一向梦中的古老竟露出惊慌之色 陈平竟然知道他做噩梦的事情 陈平继续说道 你梦中的蟒蛇就是椅子上的酒 如今虽怨气缠身 好在还未彻底化为黑傻 否则大罗金仙都救不了你 此时古老的眼神惊恐了起来 颤抖地询问陈平该如何是好 陈平反问 你现在不当我是骗子了 古老急忙拱手道歉 祈求陈平出手帮忙 林天狐也悄悄地告诉陈平 能帮的话最好帮一把 以后咱们或许还有地方需要古老帮忙 陈平闻眼也不再做事不顾 伴随着树法的催动 龙椅上散发出阵阵紫色煞气 随后更是惊动叹出这条金龙 只是他们皆是眼眸心 直奔陈平而来 然而陈平却丝毫不慌 只见他左手迅速叹出 竟然转身这些 便将那些金龙消灭 随后更是猛吸一口 竟然将那些煞气全都吸入体内 最后更是打了个宝 而此时古老已经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刚才那一幕实在太惊吓了 随后他对着陈平身身一板 已经是彻底被陈平的记忆折服 更表示明天会在富豪大酒店摆下宴席 届时会邀请红城各大名流参加 倒是会将陈平引荐给众人认识 陈平还没什么反应 林天虎反倒率先替他答应了下 再离开古府 林天虎才说起刚才的事情 他替陈平答应下 也是为了陈平方便在红城行事 陈平微微一愣 不是说你们聚一堂是红城的土皇帝吗 难道还有你摆过屏的事情 林天虎尴尬地笑了下 表示事实并非如此 聚一堂的对手还是挺多的 红城的赤龙帮 特别是他们当家的冯四海 最近学了硬气功 他恐怕已经不是冯四海的对手 陈平无奈地表示 真遇上什么麻烦可以来整自己 林天虎眼睛一亮 等的就是店主你这句话 区区冯四海根本不在话下 经过一夜的练功 陈平将那怨龙之气已经彻底吸收 并且成功突破了练气武则 就在这时 母亲敲响了房门 说是苏与其来找他了 陈平不禁有些纳闷 这丫头大早上来找自己干什么 谁知苏与其却神神秘秘的 没有告诉他具体干什么 反而一把抓着他的手 向着外面跑去 直到一个小时后 陈平才明白 原来苏与其是想帮他买衣服 陈平本想推脱 但是苏与其却连推带就 并是将他推进了换衣件 两分半后 帅气逼人的陈平 穿着黑白相间的衣服走着 苏与其是越看越洗 随后便带着陈平刷卡 看着三万的价格 陈平心中一阵秃脱 这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 付过钱后 苏与其突然有点想上厕所 便让陈平稍微等一下 珊珊和闺蜜看了 闺蜜兴奋地拉过珊珊 那边有个帅哥 看着185的背影一死 说完便开始补妆 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在背后拍了拍陈平的肩膀 帅哥在等人吗 女人和闺蜜逛街搭讪帅哥 却发现男人是闺蜜的前男影 两人瞬间恼羞成怒 珊珊更是怒骂男人不要理 穿得人目狗样地出来吊妹子 骂完顺便往陈平的衣服上捅了一口 就在这时 苏与琪走了进来 怒骂珊珊一个野鸡 有什么资格评价陈平 然后她看向陈平身上的污渍 与琪森然地询问珊珊 是你自己动手擦干净 还是要我教你怎么 珊珊虽然畏惧苏与琪的身子 但是并不想就这么是 别以为你是苏家大小姐 就能随意欺负人 苏与琪却强势地表示 我让你擦干净听不到吗 还是要我教训你一顿不成 壁旁的闺蜜想要帮忙擦干净 苏与琪却阻止了她 你犯什么东西 我的男朋友也是你能碰的 珊珊不禁咬牙切齿的 你仗着有钱有势就欺负我吗 同人 大家快来看看呀 苏家大小姐欺负人了 谁知苏与琪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费什么话 我现在让你去擦掉 只见苏与琪冷冷盯着珊珊 珊珊虽然气氛无比 但是此刻却只能选择东西 然而陈平却一把抢过纸巾 自己擦了起来 并且嫌弃地表示 我怕你的手脏了我的衣服 说完便拉着苏与琪离开了这 这把珊珊气得牙痒痒 发誓一定不会放过她 走出商场之后 陈平询问苏与琪今天怎么这么活辣 这可跟她苏家大小姐的身份不符 苏与琪表示 就是看不惯珊珊那副得意的模样 随后她怯生生地询问陈平 你该不会是被我吓到了吗 陈平微微一笑 没有的是 我反而觉得你刚才的模样非常细腻 不过你现在总能说说 把我打扮成这样 究竟是要去哪里了吧 陈平这才得知 原来苏与琪听说古老今天邀请了 红城所有的上层人士 所以特意准备带陈平去见见诗面 陈平文言却差点笑了出来 这不是巧了吗 不过她也没告诉苏与琪真相 准备到时候给她一个惊喜 与此同时的富豪酒店门口 萧磊和她父亲已经来到了这里 而以萧家的地位 也只有萧府才能进去 萧磊根本就没有进去的资格 只能在门口等待萧府 没过多久 苏与琪和陈平也到了 因为陈平没有邀请函的缘母 所以苏与琪便让陈平稍等一下 她要进去安排一下 而这一幕刚好被萧磊看了 她自然不会放过嘲讽陈平的结果 珊珊更是故技重施 再次给陈平的衣服上捅了一口 陈平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看来你还真是不长记性 萧磊对于上次的事 明显有些害怕陈平 但是珊珊却不管那么多 没了苏与琪 你以为我会怕你这个废物吗 而陈平的帅气 也引得周围来参加聚会的众人一阵好奇 因为在红尘有头有脸的人物 并没有见过她 萧磊笑嘻嘻嘻地替众人解开了影 这家伙是我女朋友的前男影 当了三年的舔狗 被我弄进牢里后 这两天才放出来 陈平冷冷地瞪了一眼两眼 随后不再说话 不想将时间浪费在这种垃圾身上 珊珊却继续开口大骂 你脸皮可真厚 都这样了居然还有脸呆在这里 这时苏与琪走了出来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吵 原来又是你这只眼鸡在这里叫嚣 珊珊表示 我们这次可是来参加宴会的 苏与琪先是一愣 随后笑了起来 参加宴会 你怎么还站在这里 恐怕是没有请柬吧 说完她拉着陈平的首相的酒店走去 随后更是吩咐保镖 不要将这俩人放进来 而此时的酒店内 吴老和林天狐已经等待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却始终没有看到陈平的身影 不过在陈平到来之前 吴老率先走向萧府 直接将其给赶了出去 这让众人顿时议论分锁 不知道萧家是得罪了古老 还是和古老今天邀请的人有关 而此时苏与琪和陈平 也已经从后门走了进来 苏与琪建议先待在没人注意的景色 等宴会开始之后 再往前面凑一凑 谁知陈平却拉过他的手 既然来了 咱们不如大大方方地走进去 随后拉着苏与琪大步向客厅中央走去 这让苏与琪惊慌不已 连忙拉住陈平想要警示一门 没想到在两人拉扯之中 不小心一头撞进陈平怀里 而这一幕正好被古老看到 苏文宗还以为因为宴会上出现了外人 引起了古老的部门 急忙向他道歉 古老 是我安排不周 让下人闯了进来 还请古老见谅 古老微微一震 你说陈先生是你的下人 掌控整个红尘地下势力的气功大师 竟被少年用一根牙签破弓 就在刚刚 苏与琪带着陈平偷偷溜进了古老举办的宴会之中 苏文宗见状急忙向古老解释 一不小心让下人闯进来 还请古老见谅 古老却带有深意地看向陈平 你说陈先生是你家下人 苏文宗一脸猛逼 古老怎么会称呼陈平为陈先生 却见古老已经和陈平握手 这才知道 原来陈平就是古老今晚要邀请的贵客 伴随着陈平的道理 宴会也正式开始 历时间众人相谈甚欢 甚至就连陈平和苏与琪之间的关系 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在门口的萧磊就没那么说 在门口等了没多久 就看到父亲走了出来 他急忙兴奋地凑上去 询问是不是可以进去 谁知回应他的却是父亲的一巴掌 没看到我都被赶出来了吗 你还想进去 被打的萧磊一脸猛逼 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被赶 而萧妇被赶的消息 也让周围人对父子俩议论分离 只好选择先开车离开着 他们刚走没多久 宴会里也迎来了不速之客 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一众混混模样的人走进 见到突然闯进来的这些人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景 而古老更是脸色一冷 身边的保镖堂龙直接起身 从腰间抽出一把半尺长的坦克 附在古老身前 苏文宗见有人冲了进来急忙呼叫保安 怎么会把这群人给放进来 不用喊了 你的人今天一个都进不来 来人冷冷地说道 看到来人苏文宗面露震惊之色 而陈平则是冷冷注视着此 只见一名衣着华丽的中年人 缓缓走来 来人赫然是林天会的死对头冯四海 苏文宗上前大声质问 冯四海 你不知道这是古老举办的宴会吗 居然带人闯进来 而冯四海并没有理会他 快步走到古老身前双手抱拳 古老 在下无意打扰你 今天只是为了林天虎而来 古老满脸冷意 你要找谁我不管 但是我的宴会岂是你能闯 古老 我不想得罪你 但也不打算放过林天虎 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冯四海不卑不亢地说道 混将 古老猛然一拍桌子 你这是想跟我做对 古老话还没说完 林天虎就一步站了出来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竟然是冲我了 今天我全接下来 冯四海笑了 只要能在这里解决掉林天虎 以后红尘就是他说了算 此时古老已经怒气冲天 冯四海的行为 相当于把他的脸当鞋垫子 听见古老的怒吼 唐龙整个人一跃而起 稳稳地落在了冯四海身前 你连古老的面子都不给 这是在自寻死 冯四海眉头一皱看向唐龙 论武艺我们在伯种之间 但别忘了我还有几十名手下 两人都是武道高手 且修为都在五五开之间 唐龙一时间竟然和冯四海 僵持在了一起 林天虎身为道上大哥 自然是懂规矩的 冲上前去就要和冯四海单挑 谁知仅仅轰出一拳 这以来时更快的速度 飞出去 林天虎脸上流露出 难以置信的神色 冯四海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 不服输的他拿起椅子砸了过去 根本距离为林天虎的攻击 原来他早已练就了 防御无敌的硬气 再一次将林天虎震退以后 冯四海周身气势涌动 随后高高跃起 对着林天虎就是一技侧船 行此一击 便将林天虎踢出十几米远 一旁的陈平微微皱眉 林天虎毕竟是他的人 这是必须要不 然而就在这时 唐龙却突然出手 作为导师要 他又必须拿下冯四海 几番交手之后 陈平已经看出 唐龙不是冯四海的对手 便让其退下 交给自己 然而苏与其却拦住了陈平 生怕他会受伤 毕竟在苏与其眼中 陈平只是个医术高超的医生 怎么可能打得过冯四海 陈平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放心吧 我有分寸 苏与其却不依不容 扑进了陈平的怀里 温柔地说道 别去了吧 我不想让你冒险 而就在两人磨技的时候 唐龙又一次和冯四海交战在一起 不得不说唐龙确实有几分本事 竟然能和冯四海打得有来有 然而他却不知道 冯四海是在等待机会 就在他以极快的速度出拳之时 冯四海却露出了一个诡异的效果 他突然携带能量的 紧紧一击便将唐龙震飞 其拳头所带的力道 更是让唐龙丧失了战斗能力 众人顿时震惊不已 没想到冯四海这么可怕 更让人惊恐的是 冯四海自爆家门 声称他的硬气功 是跟著名的叶冯春大师学的 陈平不禁询问林平 这位叶大师是何人 这才得知 原来叶冯春是一名鼓舞大师 拥有着摘叶商人的能力 陈平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根牙签 晒叶商人 是像这样吗 说话间他手中牙签飞出 狠狠地扎进了冯四海的胳膊 冯四海面色不惊一变 是谁偷袭的我 陈平缓缓从人群中走 是我 男人只是穿着一双脱衣 就轻松击败了红城市第一高手 然而面对他的权力一击 身前的年轻人竟仿若未稳 就在男人的拳头触碰到年轻人衣衫瞬间 只见躺中静传出了清脆的咔嚓声 他的胳膊竟诡异地弯曲了起 冯四海痛苦地哀嚎 他的面色争鸣无比 想不明白这个年轻人 怎么会自己失负的硬气功 陈平却面露不屑之色 你那所谓的硬气功 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吧 说话间他一掌探住 仅仅凭借掌风 就将冯四海给击飞出去 陈平这可不是硬气功 他这是修仙之法 别说冯四海的一拳 就算是子弹 都不能穿透陈平周身的互动 在小弟们的搀扶下 冯四海才能勉强站起 陈平并没有再次出手的打算 告诉冯四海 如若不服 改天可以带着你师父一起来找我 临天虎见陈平竟然真的要放了冯四海 上前小声地劝道 陈先生不能放虎归山啊 然而陈平却没有领会 因为他放冯四海是有着更深一层的口 待冯四海离去之后 陈平瞬间成为场中的焦点 各种鳄鱼奉承不绝于耳 就连古老也对陈平赞叹赢赢家 然而苏与琪却突然在陈平的胳膊上赢了一名 责怪他会武功却不告诉自己 害自己担心 谁知刚刚还勇猛无比陈平 却突然喊他 并且表情异常夸张 苏与琪有些慌了 吓得急忙松开了手 我也没用力啊 你没事吧 陈平装作很痛苦的样子 眼神中满是埋怨地看着苏与琪 我刚刚被那冯四海打出了内伤 之前不过是在强撑罢 伤哪里了 我看看 快给我看看 苏与琪惊慌失措地查看着陈平的身体 看样子都快哭出来了 陈平却黑黑一笑 经过你刚才一摸 我的伤权好了 苏与琪这才明白自己被爽 然而陈平却见识不妙已经提前开溜 看到他俩打闹的影 古老别有深意地对苏文宗说道 你们苏家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了 苏文宗当然明白古老的意思 连忙谦虚道 还要多靠古老照顾 古老哈哈一笑 我看以后应该是你们苏家照顾才对 而此时盘龙湾这边 陈平的父母正绕着别墅逛路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能住上这样豪华的房子 梁老正在感叹唏嘘之余 一名不速之客却找上门来 男人自称是苏与琪真正的男朋友 并且还是轻微竹马的那种 陈平不过是借着救命之恩威胁苏家 才获得了如今这套房子 并且对着二老威胁道 假如你们陈平再和苏与琪这样下去 我可不敢保证他会不会受伤 二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眼中既有担心又有忌惮 毕竟人家说的都是实话 他们家不过就是个普通家庭 陈平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 而这时男人拿出了一箱紧 让二老离开这里 这样对大家都好 二老的脸上却并没有喜悦 反而是浓浓的屈辱 男人根本不看他俩的反应 转身就要离开 顺便警告道 要是等到我赶你们走 可就别怪我无情了 没过多久 陈平就接到了父母的信息 然后他急忙赶回了老房子 刚进门就询问父母 怎么搬回来住 难道是盘龙湾住的不习惯吗 谁知父母却突然说道 与其是个好女孩 你不能因为救了人家一命 就借此要挟人家 我们家跟苏家不是一路人 你以后还是踏踏实实进场打罗斯吧 看到父亲欲言幼稚 母亲哀声叹气的样子 陈平眉头微微一皱 妈 是不是有人跟你们说什么 母亲却劝陈平 把盘龙湾的房子还给人家吧 妈不求你荣华父母 只要能够平平安安成家里夜酒 陈平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好表示一切都听妈的 见到陈平这么听 母亲又开始提起 准备将隔壁王沈家的韩寒介绍给她 这时王沈恰巧端着大碗面也走进来 对于这门婚事也没什么意见 毕竟陈平和韩寒也算得上是青梅竹母 陈母和王沈热情奴鲁 已经开始商量两家人晚上吃饭的事情 恰好此时 林天虎给陈平打来了电话 原来是感谢之前陈平出手 想请他晚上一起吃个饭 陈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下 他可不想被父母按着去和韩寒相亲 因为这个所谓的韩寒 他也只有小时候见过一两次 其实并不怎么熟悉 夜晚的双子大厦 陈平正准备上电梯 身后却突然跑来一名打扮时尚的女人 边跑边喊 等等我 等等我 这让众人看得一阵惊奇 吃个饭需要这么急吗 只见女人气喘吁吁地来到电梯 然后拿起电话说道 我已经到地方了 现在在电梯里 随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最后再问一次 是不是只要我去陪着吃顿饭 就能把债免了 一顿价值一百万的酒席 女人却化上最丑的妆容 穿上最难看的衣服 甚至喷上最难闻的香水 那股味道不亚于吃了十斤黄豆放屁所产生的威力 红尘电梯的人捂住鼻子狂按开门间 电梯门开后纷纷逃命式地跑出电梯 然而一个男人却老神在在地站在电梯的角落里 女人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你不下去吗 陈平淡定地点了点头 随后沈氏起一旁的女 看起来年龄似乎不大的样子 女人突然转过头询问道 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丑 陈平迟疑了一下 那个我不太会说谎 确实不好看 然而女人却兴奋了起来 看来效果的确不错 这奇怪的举动影的陈平又多看了他击 一个流着鼻涕的小女孩出现在脑海 难道她是王寒寒 陈平询问道 你是不是 然而这时女人已经准备走下电梯 她疑惑地转头 是不是什么 陈平摇了摇头 没什么 随后看着女人走向一名西装男人 这时电梯门阻挡了陈平的视线 很快电梯便来到了三十楼 看着面前还未装修的楼层 陈平感觉林天虎应该是搞错地方了 便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 这时才知道 原来林天虎在他对面的那所大厦 看来是自己走错了 伴随着电梯缓缓下降 却在刚才那个女人下电梯的楼层停了下来 电梯门刚一打开 陈平就乱了一下 因为他看到 女人拼命地跑向电梯 嘴里大声喊着救命 而在他的身后 则是追着两名黑衣人 两人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衣服 一人抓着他一条腿就要把他拖回去 陈平急忙出手相助 女人也是趁机踹开黑衣人 随后扑进了陈平的怀里 黑衣人还想用胳膊挡电梯 陈平却用脚卡住他的胳膊 强大的力道让他痛苦不已 无奈只能迅速缩回了手 这时陈平才看向女人 只见他哭得梨花呆 陈平笑着地上一包纸巾 你这是属于行动失败了吗 女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诉说起自己的故事 原来他之前被人撇 傻乎乎地欠了一笔高利贷 因为实在还不上了 然后放高利贷的大哥就找上了他 让他陪这里的老板吃顿饭 就可以考虑帮他解决高利贷 女人也知道这顿饭可能不正经 所以故意化了最丑的妆 穿上最难看的衣服 谁知道老板不仅不介意 反而更兴奋了 说到这里 女人哭得更大声了 陈平笑了笑 询问起后面怎么回事 女人擦了擦眼泪 表示后面他就用高跟鞋 砸了那个老板的头 然后逃了出来 边说还边比划 把陈平逗得开心不已 而这时女人突然发现 面前的陈平似乎有些眼睛 还没等他细看 却看到了电梯门的一场 陈平搂住女人看向电梯门 发现电梯门竟然被工具挡住了 而他突然搂住自己的举 让女人惊慌不已 原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陈平黑黑一笑 你说对了 女人急忙向后躲开 将身体靠向电梯门 企图寻找一丝安全感 然而陈平却没有理会他 反而看向电梯外面 此时电梯门已经被打开 一名油腻的光头男 和两名打手堵住了出口 光头男猥琐地笑道 好好好 我说你怎么有胆子跑 原来是有个小白脸 在这里接应 落落脚就能让红尘 抖三抖地地下好 如今却跪在一个年轻人面前 瑟瑟发抖 因为就在刚刚 陈平被一个光头男 堵在电梯里 他话不多说 上去就是一巴掌 光头男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敢率先动手 咬牙切齿地 让小弟们打死这小子 面对冲来的打手 陈平嘴角一歪 站在原地未动分毫 忧生却升起一层凌厉护盾 将所有的攻击 都反弹了回去 小弟们瞬间被击飞 陈平一把抓过光头男 刚刚就是你想打死我是吧 光头男额头冷汗直冒 你别太放肆 我背后可是聚义堂的虎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又是聚义堂 陈平满脸阴沉 随后拿出电话冷冷说道 给你三分钟时间爬到19度 不准坐电梯 否则后果自负 伴随着话音落下 陈平右手一握 只听咔嚓一声 光头男的骨头被其随手跌断 剧烈的疼痛让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他在看面前的陈平 发现他简直不像是 更像是一只待人而逝的魔鬼 不到两分半 林天虎气喘吁吁地 从安全通道跑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众小弟 刚一进门 就看到地上横气竖八地躺着一群 而陈平则是神情冷漠地站在场 林天虎急忙跑上前去 店主 属下来迟 然而他话还没有说完 陈平就踢向了他的小组 让他瞬间跪在了地上 随即陈平冷漠地说道 这些都是你的人吧 林天虎慌了 他知道自己恐怕摊上事 店主 是属下欲下不言 陈平用脚踩在光头男的手上 虎爷 呵呵 好好看看 你这聚义堂的都是些什么垃圾 面对发怒的陈平 林天虎连大气都不敢喘 陈平继续说道 我不管你林天虎和聚义堂以前是什么样子 但从今天起 这些事 我不希望再次发生 否则 陈平周身突然散发出阵阵气势 背后更是隐隐出现了一条凶狠的剧 林天虎从未见过如此害人的场景 当即被吓了一听 表示自己回去以后立刻清理帮回 陈平抱起女人 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那是你自己的事 带来到楼下之后 陈平看向怀中的女 你还要继续装睡吗 那我可就这样把你送回家了 王涵涵 怀中的女人文言睁开了眼睛 眼神中还带着一丝修闹 没错 她就是王涵涵 待王涵涵落地之后 陈平询问她是什么时候认出自己的 就 就在他们动手的时候 陈平哥 你没有受伤吗 陈平将衣服给她披上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 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涵涵涵地祈求陈平 一定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她吧 否则她妈一定会被气死 随后才说起事情的起义 都是因为她欠了一百万高利的 假如再还不上的话 就要连累到家人 陈平有些疑惑 你不是大学才毕业吗 怎么会欠下这么多钱 王涵涵忍不住蹲下哭了起 是我大学时候的男朋友 他骗我要创业 拿我的身份信息去贷了这笔钱 但随后就不见了 再次提起这件事情 王涵涵哭得更凶了 陈平额头留下两条黑线 暗暗想到 恋爱恼不可取啊 想是这样想 他还是温柔地劝王涵涵别哭 一百万说多也不算太多 王涵涵喜出望外 难道陈平哥有什么办法 陈平摇了摇头 语气调坦地说道 我一个刚出狱的能有什么办法 还没等王涵涵新会议了 陈平就继续说道 不过我确实有一个 能解决你目前处境的秘密 王涵涵不禁凑近了几个 想仔细听听怎样解决这件事 只见陈平悄悄地说道 办法就是 再去找一个秃头 说完他转身就跑 气得王涵涵娇去颤抖 恨不得把陈平按在地上抱的 另一边陈平的父母 正和王沈聊着家长 两家人因为相识已久 家中时不时地传出阵阵笑声 就在这时 陈平和王涵涵一起走进来 看到他俩同时从外面 三人明显疑乱 王涵涵和陈平也愣住 没想到两人的父母都在这 这下可不好解释 陈平的父亲略有深意地问他 陈平 你怎么跟涵涵一起回来了 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你这孩子 去找涵涵就直说 还编个理由说和朋友出去吃饭 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吗 王沈则是有些愤怒 因为闺女不警呼了 身上还带着浓烈的烟酒 你不是说加班吗 怎么这个样子 王涵涵一时间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怎么给母亲说这件事 陈平在一旁解释了起来 王沈 涵涵没有加班 是同事们一起去喝酒 结果那些人一直给他灌酒 我遇上了就把他带了回来 王沈担心地拉过涵涵的手 你那些同事难道不知道你不能喝酒 居然还给你灌酒 真是太过分了 陈母也上来安慰道 涵涵别哭 明天你陈叔托人给陈平找工作 顺便也帮你问问 咱不在那家公司干了 陈父拍着胸脯表示 明天就去找战友问问 这事就包在自己身上 韩寒 还不快赶紧谢谢人家 王沈在一旁催促韩寒 显然也有了让他换工作的打算 见自己的事被隐瞒了下去 韩寒也止住了眼泪 向陈父陈母表达了谢意 陈父陈母看到韩寒如此乖情 自然是越看越满意 笑得何不隆足 许久之后 王沈带着韩寒离开了陈家 临走时韩寒平平回头看向陈平 陈父笑着拍了拍陈平的肩膀 可以啊 这么快就让人家惦记什么 不愧是我儿子 陈平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爸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陈母却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让他早点睡觉 明天还要去找他叔叔 男人被女友陷害入狱两年半 仅仅出来了一天 就拥有了本事最豪华的顶级别墅 只因他在监狱中遇到了一位神秘老者 不仅传授他修仙之法 更是送给他一枚龙形戒指 这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枚戒指就是传说中的龙王令 只要拥有龙王令 在江湖上便可以互摆住 是当之无愧的地下皇帝 本想将父母接去别墅小路 却不曾想 父母不仅又搬回了原来的住处 还劝陈平要脚踏实地 准备明天托人将他送进厂里打罗斯 陈平无奈地揉了揉额头 难道我堂堂龙王最终的归属是去打罗斯吗 第二天清晨 一名男人穿上珍藏了几十年的军装 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整理 他正是臣妇的战友孙国福 孙小萌疑惑地询问父亲 你怎么把几十年前的旧军装拿出来 又见老战友 孙国福则是完全没有领会这个败家闺女的心 妻子也开心地问他 这次的战友是谁啊 我听说好几个都已经发达了 要是人家能够帮忙 说不定公司就能渡过难关 孙国福严肃地表示 这次来的是我班长 有好几年没见了 你可千万别在人家面前提起这件事 妻子边帮他整理领带边续你 是那个救了你一命的老班长对吧 听说退下来后还进了体制内 孙国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才让他闭上了阻 毕竟是战友相见 孙国福不想让他们的战友情掺杂别的东西 这种是他张不了口 毕竟他欠臣妇的太多 随后他狠狠地瞪了闺女 一会家里来客人 你穿成这样算什么样子 孙小萌调皮地扮了个鬼脸 行了行了 知道了 没过多久门铃就响了起来 孙国福急忙打开房门 看到门口的陈福 他脸上的喜悦就没下去 一向沉默寡言的 也是不停地说着想念关切之类的话 陈福见到老战友也很是开心 笑着拍了拍孙国福的肩膀 你小子身材都发福了 这样还敢穿军装 这时孙国福论了一下 疑惑地看向一旁的女 陈福介绍了 这是我老婆唐红英 前几年生病双目失明了 这是我儿子陈平 陈平则是在身后乖巧地喊了声孙叔 孙国福见到陈平如此精神 不禁举起大拇指夸赞 地表人才 跟老班长年轻时一模一样 而孙国福也是向陈福介绍了妻子的奉行 待众人落座之后 孙小萌换好衣服走不出来 孙国福急忙招呼他向陈福问好 孙小萌面无表情地说道 陈伯伴好 这一下就惹怒了孙国福 闺女的这副姿态 明显没有礼貌 这是对自己占有不尊重的名言 气得他差点就要把孙小萌揍一顿 还是陈福在一旁拉住他 才阻止了这场闹剧 这时李凤霞端着茶问道 陈大哥 明退伍后就进了体制 现在恐怕已经是大领导了 陈福叹了口气 国福 我也不跟你绕圈了 我因为得罪了人被辞退了 孙国福没想到陈福会遇到这种事 便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陈福没有多说 反而说起陈平被陷害如云 如今刚刚出来 想让他帮忙找份工作 李凤霞听闻陈福不是领导 瞬间变了一副嘴脸 哪个公司敢要劳改犯了 孙国福没想到妻子这么不懂事 当即怒吼 给我闭嘴 陈福为难地看向他 要是有难处就算了 孙国福也略感无奈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 如今他的公司因为对方拖欠祸 导致资金链出现问题 说不定就要破产了 就怕耽误了陈平 不过这都是小事 既然老班长找他帮忙了 他必定要帮陈平找份工作 于是他看向一旁的孙小萌说道 我让小萌去他们公司问我 他们公司是集团公司 如果能进去从基层干起也是个机会 孙小萌急忙说道 爸 我就是个刚进公司的销售员 哪有这个本事啊 你妹的男朋友不是销售经理吗 他还不能招一名员工吗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他要是没这个本事 我看你们俩也不合适 爸 哪有这样的 孙小萌生气地站了起 随后背过身去生着闷气 孙国福却丝毫没有理会的 有些尴尬地对陈福解释道 这丫头就是新闻 你别见怪 陈福也只能哭笑一声 真是麻烦你 我还有点事情 就先不打扰 两人最后握了握手 约定有时间单独再聚一聚 战友情都在不言之中 临走之时 陈平突然转身询问孙国福 那个拖欠贷款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叫福要装饰 大侄子你有认识的人吗 陈平笑了笑 没有 不过我想试试帮孙叔把贷款要还 孙国福也没放在心上 只当陈平年轻人异想天开 你有这份心我心灵吗 千万别干傻事 陈平和父母离开孙家之后 陈父嘱托陈平 你孙叔叔人不错 假如找到了工作 一定要好好干 陈平为了让父亲开心 只好答应了下来 可是紧接着 他就皱起了额头 因为他收到了王寒寒的短信 男人穿着五块钱的地摊户 却要在银行取130块 当他拿出银行卡的那一刻 竟然惊动了银行的高层主管 只赢他这张卡的来路大的惊人 就在刚刚 王寒寒被一群混混模样的人围了紧 小丫头 你今天再不还钱 我就只能把你拉去抵战 王寒寒胆怯地后退了两个 我真的没钱 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为首的男人缓缓逼紧 宽限两天 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你今天恐怕就要跟我们走一趟 说着他嘴角露出一挪银行 将手伸向王寒寒精致的小脸 王寒寒想躲却根本不 生怕惹路了眼前的男人 然而就在这时 男人的手却被抓住 原来是陈平赶了过来 他质地有声地说的 王寒寒欠的一百万 我替他还了 男人打亮了一眼陈平 发现面前的人太过宁清 肯定是一个刚出茅庐的臭小子 戏谑地说道 小伙子还想学人家英雄救命 不过他欠的可不止一百万 王寒寒急忙表示 明明上周还是一百万 上周是上周 难道我不要利息的 现在你想要还清至少要一百三十万 当听到这个数字时 王寒寒脸上浮现出古巨之死 高利贷实在太可怕了 自己这辈子都还要玩了 念急于此 他险些晕倒在路上 幸好陈平扶住了他 也有些怒了 但是他还是本着和平的态度 想解决此事 一百三十万是吧 我替他还 王寒寒却急了 他以为陈平不过是想 将麻烦揽在自己身上 他一个刚出狱的人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陈平却没有多做解释 这时男人有点不耐烦了起来 小子 你要是敢耍我的话 应该知道后果吧 说把他舔了舔手中的鼻手 嘿 怎么都是铁锈 陈平安慰道 没事 锈了就锈了 你这面色估计就是五行缺体 鼓鼓挺好 全砸向陈平 却被陈平轻松挡下 别激动嘛 怎么总是喊打喊杀的 跟我去取钱去 男人也看出陈平实力不符 便冷哼一声 让陈平跟他们上车去取钱 王寒寒在身后拉住了陈平 脸上写满了担忧 陈平笑着摸了摸他的脑 好了 没什么事的 你回家乖乖等着就好了 看着陈平跟混混的开车走远后 王寒寒的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掉了 陈平哥这次为他牺牲了太多台 此情无以为报 不久后陈平便来到了银行 工作人员礼貌地向他介绍 如果只是取款的话 可以使用旁边的自动取款机 陈平却表示自己取的优点 取款机的钱未必够 工作人员虽然不行 但还是礼貌地询问他想取多少 陈平很随意地说道 百来万吧 那语气随意地如同取一两块银 就在这时 一名女人挽着一名中年男人走进了银行 女人诧异地看向陈平 陈平 你怎么在这 陈平看向你 随后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你是 初中时候的那个李东梅 李东梅并没有否认 反而询问道 我听说你坐牢了 什么时候出来的 在大庭广众下询问这种问题 李东梅明显来者不善 吓得银行工作人员都后退了两个 陈平淡淡地说道 刚出来 我听说你初中以后就不读了 李东梅脸上洋溢着自豪 是啊 读再读书有什么用 还不是为了钱 我老公现在资产都破千万 陈平对他表示了肯定 那我可恭喜你了 找了个有钱的老公 而且长相上一看就绝非凡 这时银行工作人员打断了他 他告诉陈平 50万以上取款需要提前预约 请问你有预约吗 陈平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取钱有急用 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李东梅在身后酸溜溜地说道 刚出来就有一百多万 该不会是赃款吧 陈平却没有理会他 而是拿出了银行卡 这张卡里有1000万 我取130万 能通融一下吗 工作人员刚准备拒绝 但是当他看到陈平的银行卡时 立刻躬身道歉 请您稍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请示经理 没过多久 经理就火急火燎地跑 先向陈平选择道歉 然后表示钱已经再给他准备 让他稍微等待一下 李东梅怎么会允许陈平 在自己面前装逼 挽住一旁中年男人的胳膊 撒娇的央求道 我们也取100万好不好 对于李东梅的撒娇 男人很是受用 当即拿出银行卡 表示他也要取100万 谁知却被经理告知 没有预约不能取 你们这是什么破银行 凭什么他不用预约 我们就要预约 我要投诉你们 李东梅开口就骂 经理笑着解释 因为陈平属于银行的至尊VIP 所以享有特权 而他们只是普通的用物 李东梅却根本不信 他只是一个刚出狱的老改犯 怎么可能是你们这的至尊VIP 经理举起陈平那张卡 这张卡是红尘首富苏家的定制卡 你觉得你们有可比性吗 保安 给我把这两个人轰出去 男人提着130万走出银行 如同丢垃圾一般 随手将其丢给面前的混合 谁知混混们却突然变不 表示现在需要200万才行 李东梅在一旁倾效不已 你不是有一千万吗 再去取一些不就好了 原来就在刚才 李东梅和他男朋友被扔出了银行 他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恰巧发现男友和药账的混混认识 得知他们药账的人是陈平之后 李东梅略有深意地表示 你们一会可得多样的 那家伙有一千万的 钢子有点容易 在他看来 陈平并不像有钱人那样 李东梅轻哼一声 不是有钱人能一口气取一百多万 钢子感觉确实如此 将小弟们都叫过来 准备一会给陈平施加压力 等拿到130万后 钢子笑着表示 现在需要200万才能屏障 并且其身后的小弟站位也十分讲究 盈盈堵住了陈平离开银行的路 陈平脸色一飞 不想要是吧 我还是把他重新存起来吧 说着便要将手提箱拿走 钢子一脚踩在箱子上 这钱既然已经取出了 可就由不得你 话音刚落 他右手轻挥 小弟们顿时蜂拥而上 陈平出手更快 抬手间便将两人手腕捏断 更是劝机将另一人踹飞 不出两秒半 钢子的小弟们全都被他解决 钢子没想到陈平竟然这么力 吓得他腿都软了 你不要过来 我可是赤龙帮的人 我们帮助冯四海可厉害 陈平一脚踩在钢子的脚腕上 将其右腿废掉 毕竟他和冯四海本就有传 此刻也不在意继续得罪对方 而陈平的战斗力 也是将李东梅吓了一跳 见到陈平向自己看来 李东梅直接被吓得贪坐在地上 生怕陈平会打自己 然而陈平却没有理会他 静止提着钱向银行走去 没过多久 陈平就出现在王寒寒的身后 内心中突然萌生了恶作剧的想法 他在王寒寒身后阴侧侧地说道 快还钱 王寒寒被吓了一跳 急忙转身推开身后的人 这时他才看清 原来是他心心念念的陈平 陈平笑着告诉他 高利贷的事情已经解决 明天自己就要去面试工作 到时候如果合适的话 就带他一起去 王寒寒感动莫名 陈平哥 你这样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你 陈平却只是笑了些 提醒他以后找男朋友可要擦亮眼睛 否则下次就没这种好 就在这时陈平的手机突然响了解 原来是苏与琪打来的电话 发现陈平和他父母搬离了别墅去 所以特意来询问怎么回事 陈平解释 父母因为住不惯那里 就搬回老房子了 苏与琪也有些无奈 既然是伯父伯母的意见 那好吧 两人又简单地聊了一遍 才挂断了电话 这时王寒寒突然问道 陈平哥 是你女朋友打来的电话吗 陈平老脸一火 自己和与琪算男女朋友吗 好像也不是吧 毕竟自己还没正式表来 见到陈平没有说话 王寒寒已经猜到了些什么 神情不禁有些失落 不过很快他调整好了状态 笑着说道 没事的 陈平哥你不想说就算了 那个 我妈还在家里等我 就不打扰你 说完之后 也不管陈平的反 他转身就跑开了 看其样子似乎是哭了 陈平也不是那种情商低的人 隐隐之间有了猜测 难道寒寒这丫头 第二天清晨 陈平穿上了一套帅气的西装 这还是父母早年就买下来 本来是让他结婚穿的 但是今天重新找工作面试 为了显得重视一点 母亲便将其拿了出来 父亲嘱托他 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才行 陈平神情郑重地答应了下来 就在这时 陈父的手机突然响起 原来是孙小萌打来的电话 电话刚接通 他就抱怨陈平太慢了 自己都在楼下等好久了 说完也不等陈父说话 就挂断了电话 陈父一脸欲言又止 脸上写满了尴尬和无奈 但是为了陈平能有工作 还是嘱咐他到时候 跟孙小萌多说几句好 当陈平来到楼下时 便看到孙小萌 穿着一身经典的职业装 正依靠在一辆白色的车边 他的脸上充满了嫌弃之色 嘴里抱怨着这里又脏又止 陈平假装没有听到 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孙小萌却继续抱怨的 要不是我爸的话 我才懒得管你呢 你这一身又是什么情况 陈平尴尬地解释了 三年前买的 虽然款式老了点 但是挺新的 文言孙小萌更加地嫌弃 心有什么用 现在这念头还有谁穿这种西装 算了算了 赶紧上车吧 陈平当想坐在副驾上 却又被孙小萌怒斥 去后面坐去 我的副驾可不是谁都能坐的 之后似乎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 还不等陈平坐 就蒙踩油门 汽车刷的一下急驰而出 让陈平和坐以来的亲力接触 孙小萌继续叮嘱道 等等到公司不许说认识 也别指望我帮忙 能帮你安排面试 我已经人之意境了 能不能通过就要看你自己了 说完他从后视镜观察着陈平的反应 陈平先是愣了愣 对于孙小萌的态度是不 但是毕竟是自己父母求着别人 他也没有多说 只是眼神变得冷冽起来 好 没问题 不久之后两人便来到了 孙小萌所在的公司 当看到公司名字的时候 陈平有些尴尬和无语 这不是语气家的公司吗 不过他还是有些不确定 询问这是不是苏家的公司 当从孙小萌嘴里得知 这确实是苏家的公司时 陈平更加的尴尬 要是被语气知道的话 算了算了 还是先不告诉他 而陈平却不知道 孙小萌根本就没想让他进公司 偷偷地嘱咐男影 一会将陈平给刷掉 清北毕业生都要排队进入的公司 男人却在面试的时候 嚣张到连简历都不带 藏人瞬间对他崇拜不宜 猜测他是不是有什么逆天的关系 陈平笑了笑算是默认了下来 其实他却知道 唯一有关系的面试官 还想将自己给刷下去 所以对于这场面试 他只当是为了应付父母走的过程 所以介绍自己情况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说出 自己曾经有过入狱的经历 一名面试官满脸的嘲讽 你一个刚刚出来的人 也敢来这里面试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公司吗 背后的老板是谁吗 陈平据理力争告 公司哪条规定不准使用刑满释放人员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如果招收你会影响公司形象 希望你能够有些自知之明 面试官毫不留情地表达了 不想录用陈平的想法 陈平却笑了 我要是你 根本没脸待在这里 你连自己的老婆都只能整夜望着形态 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面试官似乎被说到了痛苦 激动地拍着桌子 胡说八道 我跟我老婆孩子要多幸福有多幸福 陈平不紧不慢地表示 你的病根是从小落下 外力所致不能生育 你内的孩子肯定不是你 面试官怒了 当场杀了陈平的心都有 崔志远却冷冷地让他坐回去 一旁的女人也明确地表示 绝对不会招收陈平 陈平淡淡地撇了他们一眼 贵公司还有你们这样的员工 真是让人感动到怀疑人生 然而就在他刚要离开之时 却看到了一名衣着华丽的年轻人 他语气冰冷地询问道 你就是陈平 陈平一脸猛逼 这家伙怎么对我有这么大敌 我好像没见过他吧 这时崔志远跑了出来 而他也道出了男人的身份 原来是公司的总经理刑总 刑总吩咐崔志远将陈平留下来 崔志远有些犹豫 可是刑总他是老改犯 而且还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到了刑总冷冽愤怒的眼神 只见他怒视崔志远 你在叫我做事 崔志远哪里敢说半个胡子 只能答应下来 但刑总离开之后 崔志远才询问陈平 是不是认识刑总 陈平也是一脸猛逼 直言自己并不认识刑总 内心悄悄地补了一句 倒是认识你们的董事长苏玉琪 崔志远也没有纠结这个问题 吩咐人带他去办理入职手续 没过多久 刚才负责接待的那名女士 就带着陈平去办理入职 而陈平的入职 也引得同事们不断的猜测 一个刚出来的人 凭什么可以入职 据说他和刑总有着亲密的关系 千万不要乱说 陈平还没入职 他的名字就被公司大部分置信 这时孙小萌也得知了陈平入职的消息 不禁暗暗恼 怎么就让他进来 同事们要是知道了我和他的关系 我要多丢人了 很快崔志远就向大家介绍了新入职的整体 并且安排了一名看起来忠厚老师的年轻人 和陈平组成小组 平时负责代教陈平 张同健此事慌张极了 关于陈平的传闻他自然也知道 哆哆嗦嗦地向陈平介绍着自己 陈平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我又不会吃了你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张同健瞬间汗流加倍 不知道陈平会不会送自己件太女 犹豫了一番后 还是询问的 大哥你看起来也不像坏人 怎么会坐牢呢 陈平毫不在意地表示 说来话长 总之就是为了个不值得的女人责罪了 被陷害做了三年牢 大哥你也太冤枉了 但是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我们这组恐怕过几天就要解散了 陈平一脸疑惑 刚成立的组怎么就要解散了 到底怎么回事 经过张同健解释才知道 原来是关于上一任销售员留下的烂摊子 很多账都没有收回 这个月要是再搞不定 他俩就都会被开除 陈平拿起账目查看了几 在全部看完之后 垢得将账目摔在桌子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欠款 总经理是干什么吃的 张同健急忙劝住了他 大哥这话可不敢乱说 这些欠款的对象都挺难成 光靠我们恐怕收不回来 陈平却笑了 放心吧 这些钱一分都不会收 我们会有办法要回来的 张同健不知道陈平哪里来的自信 但还是茫然地点了点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结束 临近下班的时候 孙小萌突然找上陈平 按照公司规定 新来的员工要请大家搓一顿 你准备安排在哪里 女人下班后邀请男人吃饭 却被骂了个狗血领头 张同健小声地劝陈平冷静 就当破财免灾了 自己刚来的时候 被逼着花了一万多 不按规矩来会被同事们针对 谁知陈平的态度 却出奇地强硬 公司哪来的这条规定 这是崔志远缓缓走的 表示新来的请示范这条规定 就是他定下的 陈平冷笑 你定个规矩 抱歉 我现在身上没钱 而且各位都是公司的精英 总不用像个乞丐一样 指着我这顿饭 陈平此言一出 办公室众人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他们没想到这人竟敢如此吵 完全不懂人情事故 陈平却丝毫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 静止向着门外走去 此举将崔志远气得牙痒痒 内心已经将陈平给记恨上了 不久后他和孙小萌来到了一家酒店 原来是陈父为了庆祝陈平入职 特意邀请两家来吃个饭 崔志远略感不满 一个战友有必要那么上心吗 孙小萌也是一脸的嫌弃 再别提那个陈平的事情 我想到他就恶心 到时候想个办法 随便找个借口把他赶走的 不过 你在公司可千万别表现出来 崔志远点了点头 放心吧 一旁的陈平也点头说道 放心吧 他演得不错 两人瞬间脸色铁青 他俩完全没发现 陈平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电梯 也就是说他俩的对话 陈平全听到了 等到电梯刚一开门 两人就尴尬地冲了出去 那模样如同见鬼的一般 起一亩神秘的笑容 显然他准备慢慢跟两人玩 当崔志远打开包间的房门 就迎来了孙小萌父母热情的招待 孙国福更是笑得何不拢阻 这次多亏了 我在老班长面前吹的牛才能兑现 陈傅也是乐呵呵地说道 国福你就别说笑 本来就是我请你帮忙 孙小萌不懈地表示 要不是因为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父亲冷冽的眼神 硬生生将后半句给咽了下去 孙国福本想说叫两句闺女 这时手机却突然响起 接听之后 他的脸上露出了狂喜 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啊 不要装饰公司的欠款亲了 老板亲自带过去 财务说就差跪着让他收下 陈平对此丝毫没有意外 因为这件事就是他嘱咐林天虎去办 然而这时孙小萌却突然大声地询问崔志远 你之前不是说你和聚义堂的虎爷认识吗 该不会是你搞的鬼吧 说完不带崔志远回答 他就抓着崔志远的手激动地说道 我就知道是 面对女朋友突然送来的祝宫 再加上众人都看着他的眼神 崔志远仅仅是犹豫了一下 就笑了几点 对对对 是有这么回事 我跟虎爷提过一嘴 说吧他还转头看向孙伯福 以后公司有什么事情 尽管跟我说就行 旁边的陈平一口茶水静止喷了住 这个崔志远还真是个极品 什么功劳都敢往自己身上来 但是不知实情的孙伯福却信了崔志远的话 开心地表示 以后叔叔的公司就靠你 我就小萌一个女儿 将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的 崔志远笑得也很开心 这老灯人还怪好 不仅送我一个美貌的闺女 还将一家大公司送给我 崔志远不仅陷入了幻想 似乎已经有无数财富摆在了自己面前 然而就在他扑向这堆财富的时候 却感觉被人给拽住 他疑惑地转头看去 这才发现 不知何时陈平来到了自己身后 看到陈平这张脸 崔志远内心充满了厌恶 于是便故意说道 你今天面试成功 不按部门规矩请大家示范 是去干什么了 陈平还没说话 陈父就不乐意了 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陈平有些无奈地解释头 和他们又没有什么交集 浪费钱干什么 闭嘴 人家帮了你 你连礼上往来的规矩都不懂 看到父亲发挥 陈平的面色也严峻了几分 孙国福急忙劝道 老班长 别生气嘛 陈平也是为了生气 大不了这一顿算不 崔志远看到即将拿捏陈平 急忙开始补刀 要不一会吃完饭就补上 怎么样 陈平倒是无所谓 反正他钱还挺多的 但是崔志远接二连三的挑衅 他却忍不了 眼神中不禁多了几分含义 这个崔志远已有取死之道 饭桌上陈父和孙国福 对崔志远的夸赞布局于耳 什么年少有为交友广泛之类 因为在他们看来 无论是陈平的入职 还是绕务也将欠款 要回来这件事 都是崔志远所为 而崔志远更是飘了起来 挑衅般地看向陈平 你行不行啊 怎么半天不喝酒了 陈平皱了皱眉 表示这酒太差了 自己喝不惯 是吗 那你说喝什么 崔志远一脸得意之色 碾压陈平让他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碍 只见陈平在身后摸索片刻 突然拿出了一个葫芦 谁都不会想到 其貌不扬的葫芦里 装的会是只有修仙者 才能喝的酒 当陈平将他拿出来的那一刻 大家都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只见他先是给自己倒了一杯 崔志远笑着询问他想怎么喝 陈平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没那么多规矩 干了就行 崔志远自然不会落了气势 干就干 谁怕谁 陈平将葫芦隔空扔了出去 崔志远伸手接过葫芦 给自己倒了满满一碗 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随后将葫芦再次扔给陈平 陈平接过葫芦后 竟然直接对平吹 蹲蹲蹲地喝了好几大口 随后他开心地笑了起 因为他知道 崔志远恐怕已经不省一事 而他此时的样子 和那位神秘老者 静盈盈有些相似 果然此刻在看崔志远 已经躺在椅子上成了小趴才 这让孙国福夫妇也是有些惊讶 到底是什么久得这么醉 见到男友这副样子 孙小萌准备扶她回家休息 谁知崔志远却强硬地表示 我不回去 我已经约了所有人 今天陈平必须请客 不能让他跑 陈平笑了起来 欣然同意了下来 他也想看看崔志远 还能搞出什么事情 打了一辆车 将父母送走之后 另一辆车上的崔志远 还不忘提醒陈平 一定要来 得到陈平肯定的答复 他才继续呕吐起来 这时一道声音 突然从陈平身后响起 陈平哥 一定来哪 见到来人是王寒寒 陈平故作严肃地说道 你跟踪我 王寒寒赌气地补起腮帮子 我才没那么险 只是回家路过而已 是吗 那我走了 见到陈平转身 王寒寒意不意趋地跟在他身后 陈平被他这个样子逗乐 你这么跟着也不是个办法 王寒寒忍不住询问 那怎么才是个办法 不久后的某高档KTV 当陈平和王寒寒来到某包厢时 同事们正在开心地唱歌 崔志远竟直走向陈平 不过其目光却始终盯着一旁的王寒寒 这位小姑娘是谁 王寒寒落落大方地介绍起自己 声称是陈平的邻居 而如此乖巧的举动 也引得众多男同事们的热情相应 崔志远自然不甘被抢了风头 他握住王寒寒的手说道 我叫崔志远 是陈平的精灵 说话间更是两只手 抹摸起王寒寒娇嫩的小手 脸上笑容不解 王小姐在哪里高救啊 王寒寒不动声色地收回了手 表示自己还没有工作 崔志远爽朗地拿出了名片 如果有兴趣的话 王小姐可以考虑来我们公司 王寒寒露出惊喜之色 真的吗 崔志远拍着胸脯保证 身为经理 这点权力还是有的 丝毫没发现身后 快要被气到爆炸的孙小 直到孙小萌咬牙切齿地喊出他的 他才从辽妹的激情中冷静了下 急忙转移话题 邀请大家先坐下来 陈平和王寒寒刚一落足 就引得众多男同事羡慕不已 纷纷前来和他敬酒 想要向王寒寒展示自己的魅力 然而就在这时 王寒寒却站起来表示 自己替陈平喝 众人自然没有拒绝的礼 能将王寒寒灌醉显然更好 然而挤文下去 众多男同事竟然都被王寒寒喝倒了 反观他还没什么事 崔志远不经服恶 还指望你们喝倒陈平呢 连个小姑娘都比不过 没办法他只能替众人解惫 好了好了 大家还是唱歌吧 别总是喝酒吧 地旁的短发妹子不经询问他 你酒量怎么这么好 王寒寒甘尬地笑了些 也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天生比较能喝吧 女孩似乎也是喝多了 估计他怀里说道 有你在这 我看那群男的谁还敢跟我们拼酒 这时孙小萌突然询问王寒寒 你长得不错脾气又好 怎么会看上陈平这个家伙 王寒寒先是一愣 没想到自己的喜欢这么明显 随后他眼帘清垂 偷偷地看了眼旁边的陈平 发现他没有注意到这边 才解释道 气势陈平个人挺好的 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可能你对他还不了解吗 孙小萌显然不想知道陈平有多好 便打断了这个话题 转而邀请王寒寒一起唱歌 然而就在两人正唱得开心的时候 他们却被一个胖子踹开 胖子手里端着一杯酒 眼神不善地盯着包间内的钟 场中瞬间安静了下来 明白这胖子恐怕来准时 胖子却将目光看向两名女 我说谁唱歌这么好听 原来是你们两个 我还正愁没地方找你们 王寒寒一愣 不明白胖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孙小萌却疑惑地看向胖子 随后他灵光一声 想起了之前在厕所发生的事情 两名女人正在厕所聊天 房门却突然被人打开 看到胖子摇摇晃晃地向自己走 女人如同受惊的小猫一般 寒毛都炸了几个 谁知胖子却更加地过敏 抱住他就想要亲情 女人嘴中发出淒厉的尖叫 惊慌之下闭着眼睛挥出一拳 却被胖子用脸狠狠地接住 捂着疼痛无比的脸颊 胖子也从醉酒中醒了几个 他的脸上浮现出怒意 居然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打的就是你这个流氓 居然敢闯进女厕所 好你的泼妇 等我起来你就完蛋了 胖子想伸手抓住你 然后借机站起来 女人见状更加地惊慌 后退躲开了他的手 然后对着他就是一顿毛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 想到胖子竟然带人找到了包厢 只见他指向三名女 今天运气是真的好 还是买二送一 把他们都带到我包房 大家都是出来玩的 这三位是我的朋友 并不是赔偿 你真有点过分了吧 崔志远此时站了主 哈哈哈哈 胖子冷笑着越过保镖 用手里的钱拍打着崔志远的脸 这两个女人刚才趁我醉酒打了我 我让他们去陪我唱几首 当作赔罪不行了 崔志远哪里受到过这种虚无 抬腿就将胖子踹倒 胖子顿时露出怨毒的眼神 小子你有种 有本事报上便好 我今天就不幸治不了你 老子叫崔志远 今天我就在这等着你 看到胖子骂骂咧咧地走了 崔志远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反而在周围人一声声赞美中 逐渐地迷失了自我 此刻的他甚至有些后悔 刚刚没有多打胖子两下 孙小萌却有些担心 怕对面叫人过来 劝他不如早点走 崔志远却满不在乎地表示 这里是虎爷的产业 这些人不敢乱来的 孙小萌文言也松了口气 毕竟以崔志远和虎爷的关系 那就没什么好怕了 反而听到这句话 陈平又是一口酒喷了出来 一旁的女同事很是不 刚才那个胖子进来的时候 也不见你出头 王涵涵是你女朋友 你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 崔志远也是嘲讽的 某些人平时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关键时候却不顶 王涵涵此时却坚定地站在陈平面前 他相信陈平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但是见到陈平没有解释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护陈平 与此同时的KTV的某间私密房间中 匿名无论是身材还是姿色 都是绝等的 正在给一名50岁左右的男人阿们 此人正是这间KTV的负责人侯经理 房门突然被胖子打开 刚一进门他就嚷嚷道 侯经理 我在你们这里被两个娘们打了 你要是不管我就自己找人动手 侯经理缓缓睁开了眼睛 还有这种事 对方难道是赤绒帮的 听闻胖子说对方只是一些愣头青 并不是赤绒帮的人 侯经理声音提高了几次 冰子 进来一下 这是一名强壮的光头男走的警 然后恭敬地向侯经理鞠了一步 此人应该就是侯经理口中的兵子 侯经理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意 有人在咱们KTV闹时 你跟着钱老板去看看 记得按规矩来 伍爷交代过我们现在做的可是正规生意 兵子看向一旁的胖子 钱老板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 得到KTV经理的支持 胖子认为这件事已经十拿九稳 激动地对侯经理表示了感谢 侯经理却摆了摆手 钱老板客气了 既然是对方先动的手 我自然要给你一个公道 另一边的崔志远等人对此毫不知情 然后缓缓说道 人来得还挺快 王涵还一脸猛逼 陈平哥 你说什么来了 就在下一年 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 几名壮汉走进 兵子紧随气候 崔志远等人还没有反应过 众人就都被按在了桌子上 兵子活动了下手腕 周身散发出阵阵凶狠的气息 钱老板 刚才是谁打的 男人只是为了面子吹了一句牛逼 却为他惹上了杀身之火 就在刚刚 兵子带人冲进包厢 迅速地将众人制服之后 他捏了捏拳头 询问钱老板是谁打的他 钱老板伸手指向崔志远 就是这小子刚才动的手 面对兵子的询问 崔志远满脸的不服气 就是我打的能怎样 谁让他欺负我女朋友呢 兵子用手拍了拍崔志远的脸 让他去给钱老板跪下敬酒道歉 这是就算过去了 不可吧 明明是那个家伙有错在心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崔志远自然不会接受 这么屈辱的要求 然而此话却惹怒了兵子 没有人能拒绝我 说话间竟如同龄机载 单手将崔志远提了起来 孙小萌在旁边一脸的交集 你快放开我家哥哥 这里可是虎爷的地盘 我家哥哥跟虎爷认识 要是他出了事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文言兵子放开了崔志远 孙小萌急忙上前关心地询问 他有没有事 女同事兰兰也趁机凑上前来 现在知道怕了 我们崔经理可是虎爷的熟人 你们居然敢在这里动手 是啊 崔经理和虎爷可熟了 你们居然敢对崔经理动手 等死吧 一旁的陈平险些笑出什么 不知道这群人要是知道 崔志远和林天虎根本不认识 会是怎样的反 这让身旁的王寒寒很适应 询问他怎么这么开心 陈平轻和两声止住了笑容 并没有向他解释 故作神秘地让他等着看好戏就行 孙小萌也一改之前的唯唯懦怒 现在知道怕了 还不赶紧滚 如果等我们给虎爷打个电话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然而崔志远的脸色却难看至极 他怒吼着让孙小萌闭嘴 这让孙小萌有些不明足 这时冰子才缓缓说道 你认识虎爷 面对冰子强大的气势 崔志远也有些心虚 只能犹犹豫豫地说自己见过虎爷 文言冰子已经知道这小子在说虎 顿时气愤不已 本来你只要跪着道歉就行 不过你居然敢顶着虎爷的名号招摇状牌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说完他转身向外走去 吩咐手下将所有人带去见猴哥 前老板见状也是笑了起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吗 人家是虎爷左膀右臂之一的 侯春雷侯哥的心 你们居然敢在他面前冒充认识 这下神仙恐怕都就不了你们 见到如此大的阵仗 王寒寒自然很是害怕 紧紧地挽住陈平的胳膊 以此来寻求一些安全感 陈平也能看出他的紧张 笑着安慰他 放松点 不会有事 没多久侯春雷的办公室就挤满了 侯春雷有些疑惑地询问冰子 我不是让你处理吗 你怎么把人给带过来 冰子提起崔志远 说起了他借着虎爷名头招摇撞天的事情 侯春雷文言脸色阴沉得可怕 假借虎爷名头这可是件大事 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 你认识虎爷 崔志远被侯春雷的气势吓得冷汗直冒 明白自己一个回答不慎 今天恐怕都小命不保 只能哆哆嗦嗦地表示 我有个朋友认识 说完他甚至都不敢多看侯春雷一眼 侯春雷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衣领 说说看你朋友叫什么 我跟了虎爷这么多年 他认识的朋友我应该都知道名字 崔志远都被吓哭了 他哪里有什么朋友认识虎爷 侯春雷从他的表情看出了他在说 居然敢冒充虎爷的名头 你好大的胆子啊 崔志远哭着抱住侯春雷的小肚 祈求他能饶过自己 侯春雷却看向钱老板 这是因你而起 你看怎么处理 钱老板倒是非常大的 都是些小别赛 废了也没什么意思 如果侯哥不介意 就都放了他 不过 这三个女人要留下来陪我 算是赔礼道歉 话音刚落 崔志远就抱着钱老板哭诉 小萌是我女朋友 跟我同居一年了 您一定看不上 不如让我带走 其他两个留下来陪你怎么样 钱老板闻言瞬间对孙小萌没了兴趣 一脚踹开崔志远 带着你的女人滚了 不过另外两个金金必须留下 懒懒极了 崔经理 你别丢下我 崔志远哪里能顾得上他 敷衍地说道 你陪钱老板喝点酒赔个不是 我一会再来接你 不会有事的 眼看着男同事们都要离开 王寒寒紧张地抓住陈平 不知道他会不会也抛弃自己 陈平却一脸地轻松 放心吧 我不会走的 这时钱老板带着猥琐的笑容走不过来 怎么 舍不得自己的小女友吗 说话间他就准备摸向王寒寒 谁知手却被陈平死死地抓住 因为用力过猛 钱老板不禁发出了猪叫声 你赶紧松手 要不然你跟你女朋友死定 谁知陈平却眼神冷烈 一脚踢向钱老板要喊 此举瞬间引起了猴春雷的注意 这小子完全是没将自己放在眼里 敢在我面前动手 你有种 来人 关门 一个都不许走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年轻人 不仅当着黑老大的面打 他扬言让他放自己离开 否则必定让他后悟 黑老大也是被逗论 我猴春雷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 来人 把他给我剁了 面对众多小弟的围攻 陈平却露出了一抹失望的表情 林天虎难道没有跟你说过 不要随便打打杀杀 要做正经生意吗 你今天这么做 有请示过他吗 猴春雷面色一面 伍爷似乎确实这么对自己说 但是这个年轻人总知道 他瞬间意识到这年轻人身份恐怕不简单 便让手下看好陈平 自己去请示一下 此时的林天虎正在睡觉 却突然被猴春雷的电话吵醒 听说有几个小毛孩在PTV闹事 伍爷蛮不在意的询问 对方是不是去龙帮的人 猴春雷也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点小事自己都拿不定主意 不过他还是说的 对方好像是苏家的公司职员 林天虎猛地坐起 随后边穿裤子边急切地说道 我现在立马赶不去 你绝对不许给我动手 老老实实给我等着 说完不带猴春雷回答 他便急切挂断了电话 猴春雷也是一乱 没想到虎爷对这件事这么伤心 不过身为老大的威严还是要有 他目光扫视全场 淡淡地说道 虎爷说会亲自过来 你们有什么疑言 趁这段时间想好 崔志远率先慌了 猴哥 这都是陈平洞的事 跟我们没关系 放我们走吧 面对他的祈求 猴春雷根本就没有理会 反而将目光看向了门口 没过多久 林天虎就赶了过来 见到陈平并没有和他相认 他便意识到店主苦怕不想暴露身份 便将目光看向一旁的猴春雷 询问他具体的情况 再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 林天虎二话不说 大步越过猴春雷 来到了钱老板的身前 钱老板刚要诉 林天虎却很利地说道 把人给我丢出去 以后据一堂名下所有产业 将他列入黑名单 话音刚落 钱老板就被两人给扔了出去 见到林天虎对自己人都这么狠 崔志远和孙小萌顿时惊恐不已 不知道虎爷会不会送自己等人去接太难 谁知下一年 林天虎却语气和蔼地蹲了下 事情我已经了解了 此时是我管教不忠 请各位多多包涵 今天大家的所有消费名单 如何 众人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这还是他们听闻的虎爷吧 竟然这么好说话 只有陈平毫不意外 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随后他假装客气地拢了龙手 那我们就谢谢虎爷的美业 待众人离开之后 侯春雷不禁疑惑 对方是什么来临 你要这么客气 当得知陈平就是他们的店主的事 侯春雷满脸的难以置信 没想到店主竟然这么年轻 冯四海就是被他打败的 林天虎卵哼一声 你以为呢 不过店主不喜欢在一般人面前暴露身体 你装作不知道就行 而崔志远迷迷糊糊地走出KTV后 他到现在都没有缓过神来 那个传闻凶神恶煞的虎爷 竟然会放过我们 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这才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 孙小萌通过刚才陈平的反应 似乎猜到了什么 不确定地询问陈平 是不是认识虎爷 陈平想的确实 要是让他知道 自己老爸老妈那边就瞒不住 毕竟老爸老妈对黑道一直有所抵触 于是便无辜地表示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一名同事趁机送上了助攻 说不定是崔经理的关系 那个林天虎进来后 第一个扶起来的就是崔经理 孙小萌疑惑地转过头去 询问崔智远到底认不认识林天虎 崔智远当然不认识 但是为了面子他还是说道 我虽然不认识 但是有个朋友却跟他很事 也许是我朋友跟他提起步 所以刚才认了出来 兰兰不禁询问道 崔经理 你那个朋友到底是做什么的 路子这么连 连虎爷都要给他面子 崔智远哪有什么朋友 只好轻刻两声掩饰一下尴尬 然后表示自己朋友是做国外贸易 一年都难得回来几趟 此举却把陈平逗乐了 没想到这小子还挺不装的 但是他也没有拆穿 而是带着王晗晗离开了这里 之所以选择带着他 就是为了再不经意间 让崔智远给他安排工作 如今目的已经达成 陈平提醒道 明天别忘了来公司报道 王晗晗脸上充满了幸福 以后就可以天天和陈平哥一起上班 他甜甜地恩了一手 而陈平还不知道 因为他和王晗晗的关系 让他即将惹上一场大麻烦 男人只是摸了下你同事的头 就被上司用手机拍了下来 上司这么做的目的 却不是为了罚口 而是为了升职加薪 那男人的身份并不简单 甚至引起了公司总经理的注目 因为昨晚聚餐喝了太多的酒 导致崔智远早上迟到了 陈平借机嘲讽道 不愧是公司的精英 居然这么早就来上班了 崔智远满脸的不舍 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 别忘了我才是经理 显得很是吧 那好 你们组今天的任务 就是收回三分之一的签课 要不回来你就等着滚蛋吧 陈平却懒得理会他 心里不禁安心 就算你这废物不说 我也要帮语气把所有欠证都要回 不久后 孙小萌带着王韩寒来到了崔智远办公室 让他在王韩寒的入职申请上签个字 崔智远随意地签过名字之后 便让孙小萌带王韩寒熟悉一下情况 自己先补个脚 王韩寒谢过崔智远之后 便和孙小萌离开了办公室 他俩还没走远 行总便向着办公室内走去 刚一进来就皱起了眉头 因为恰好看到崔智远正在睡觉 于是便重重地敲了敲桌子 叫醒了崔智远 崔智远迷里呼呼地坐了起来 谁啊 进办公室不知道敲门吗 当看清来人是行总后 他瞬间慌了 自己摸鱼竟然被总经理给抓住 行总却拿起桌子上王韩寒的资料询问 这个人是谁 我之前怎么没见过 崔智远急忙解释 王韩寒是陈平的女朋友 今天刚入职 行总有些狐疑地看向他 陈平的女朋友 崔智远虽然不知道行总问这个干嘛 但还是说出王韩寒 昨天和陈平一起聚餐的事情 行总闻言面色一息 激动地拍了拍崔智远的肩膀 很好 你找个机会 记得多拍一些他们之间亲密的照片 而与此同时 张同健将一份资料递给陈平 表示资料上的孟老板 就是咱们组最大的债主 已经两年半了 都没人能把钱要回来 陈平却看都没看资料一眼 很好 就拿这家伙开刀 搞定他今天任务就算完成 回来刚好不耽误吃饭 张同健文言却害怕不已 不确定地询问 就我们两个吗 陈平不在意地笑了想 你害怕吗 没事 我一个人去就行 就在陈平准备离开之时 王韩寒却从身后喊住了 陈平疑惑地转过头来 怎么 你也想跟我一起去 王韩寒却劝陈平千万不要去 他刚刚问过孙小梦 之前去讨债的销售员都被打了 陈平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没关系的 你要相信我 见到陈平飞要去 王韩寒便决定和他一起 毕竟要张这种是女人 也有一定的优势 王韩寒能有这份心 陈平十分地开心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一旁 只见崔志远对着他俩拍了一张 随后又假装若无其事地打起了电话 陈平懒得理会这种漂亮小丑 正准备离去之时 张同健也鼓起勇气感过来 表示要一同前往 毕竟两人是一个组 到时候因为自己不去 陈平出了什么事的话 自己良心上会过意不去 没过多久 三人就来到了一处 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抬球厅 刚进门就能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 此时场中正有一群人在打着抬球 一名机关头看到三人走了 便询问他们来做什么 陈平礼貌地说道 我们是西语日化的 来找孟老板 机关头却摆了白手 要账的呀 孟哥不在 你们下次再来吧 我们还要打球吗 就在这时 一道略带韵味的女生传来 那样子 孟哥让他们上去 来人是一名身穿红衣的金发女子 他先是盯着陈平几人看了看 随后眼嘴笑道 有意思 你们跟我来吧 很快三人就见到了传说中的孟老板 从他的坐姿便能看出 这孟老板恐怕也不是什么好相处 只见他笑着看向三人 心语日化的事 陈平不卑不喜地说道 是的 关于之前拖欠的代表 谁知孟老板却摆了白手打断了他 献你们的钱我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我这人不喜欢跟男人打交道 想要钱容易 我只跟这位女士谈 而一旁的女人也在其说话之时 将一落落的钱展示了 显然是证明他们有这个实力 并不是乱说的 孟老板笑着继续说道 至于你们两个 现在就给我滚蛋